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两个私人问题 就是叫王力宏的螺丝问题 以及彭帅的螺丝帽的问题 这个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与我们这个社会 与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 到底有什么关系 最近有关王力宏这个人 就是说铺天盖地 我完完全全没有兴趣 所以到现在无止 我也不知道王力宏是个什么人 他是打网球的呢 还是打羽毛球的 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体育明星 OK 因为我觉得这是人家私人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搞到 中国大陆台湾铺天盖地的新闻 有人都开玩笑 就说这个和平同意了 还不光是这个 连美国日本都在吵 OK 好像是这个 他的太太是这个日本 有点日本血统吧 还想跟美国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这些人 这是我所知道的所有情况 所以呢 对于这个王力宏呢 我不想做任何评论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螺丝啊 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 就据说是王力宏这个运动员呢 就是说 在外面搞破鞋 OK 就是说有外遇 在这个结婚的期间 这个事情呢 哎呀 我就想全世界所有的男人 只要你这个螺丝比较好用的 啊 能够是健康的用的 可以使用的 都在找不同的螺帽 OK 所以说 如果这个事情要说 人家怎么怎么怎么的话 这是人家私人的事情 你搞得那么热了干什么啊 我在这里是谈谈这个彭帅的 这个裸丝帽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事情呢 过去也关心过 也做过节目 那么继续来做啊 这个彭帅最近好像是 有一个私人的什么社会社交媒体啊 有一个短的这个视频 好像他跟这个啊 姚明在一起 打篮球的格子好高啊 然后就接受了这个 新加坡的一个什么什么的采访呢 然后从社交媒体 出了一个啊 一个小视频 就否定他啊 有性侵的这样的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啊 我有个性侵啊 要否认这件事情啊 呃 然后呢 这些反共媒体 OK 反共媒体 有些正是 这个反共大将 就出来做节目啊 就批判啊 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个说的啊 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 这个采访的这个人 是没有记者知志的 是个假记者 这一点是我感到 非常非常非常可笑啊 这个他说是假记者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奇怪 尤其是这些反共人士啊 他们还是生活在民主 国家 民主社会对吧 那民主社会是有言论自由的 人人都有问人家问题 然后把它 po到这个社交媒体的权力跟自由 他不需要有什么资质嘛 这种事情 对吧 就是你只有有记者证 你才可以采访 这是中共的搞法嘛 对吧 这在中共 你就必须要有什么资质 你在那个 这个采访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 温哥华的时候 就采访这些小孔坟的时候 他们一直只问我 你有什么资质 你有记者证没有 你没有记者证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呢 就好像在这个中国 有音乐家协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 老九从来都不是 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 那么老九是不是音乐家 是不是一定要有 这个是这个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 你才是音乐家 否则就不是音乐家 所以记者这个职业 任何人都可以是 做记者这个事情 做这件事情 都可以采访任何人 你可以不计算采访 对不对 那么有记者证 跟没有记者证的区别 在哪里呢 它只是一个组织 比如说我 我就有一个记者证 是一个美国 这个最大的这个记者协会啊 叫做International Press and Photography 为什么加入这个组织呢 其实它是像个工会一样 当然你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加入 对不对 你必须要有职质 是吧 你必须要有这个五年以上的 这个新闻采访的工作的经历 以及在这方面呢 以前有这样的学历 比如九个 九个以前在北京广播学院 这个读过这个新闻采编的 那么九个月做了很多年的新闻工作 所以根据这个呢 我有资格通过它的考核 进入到它的这个像工会一样 这样的国际这个新闻协会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你碰到什么事情 它可以来保护你 它知道你在哪里 它会派律师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是在这个阿富汗采访 对吧 我是一个私人的完完全全的 个人的记者的话 那么我的去向什么东西 我可能就别人就不知道我 但是我是这个协会的会 我会通知这个协会 我现在在阿富汗 说了什么事情 这个协会可以 它会把我的消息全国全世界 仅此而已 它是个保护的作用 当然你每年都要加年费 就加年费啊 那不是说你 这个交了钱 你就可以买个记者证 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那那那肯定不值钱的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记者跟不记者 与这个有没有正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任何人都有权利跟自由 采访任何人 任何人也有自由跟权利 不接受采访 这是两回事 哪怕我有记者证 我来采访你 你有有权利拒绝我 我只是说我有这个资质啊 我是个记者啊 我来采访你 你说对不起 我不接受采访 不就完了吗 有什么区别呢 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 说出啊 她是个假记者这样的话 本身 她完完全全就是这个 中共思维啊 这个彭帅 她不管是对谁说的 哪怕是一个 马路旁边买小菜的 这个老阿姨 她用这个手机拍了 PO在这个社交媒体 只要是她亲口说出来的 都算数 OK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要讲讲这个假记者的问题啊 第二我在这里要重申一下 这是人家的私人问题 OK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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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与罗帽的事情啊 这个是全世界从自古到今啊 都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是很私 很私人的事情嘛 你去挖掘人家那些人干嘛 你去吵这些事情 有什么意义 如果彭帅 他说性情的话 他就去告他 告到法院去 或者你讨到国外去嘛 告他嘛 那就是说 他要申请一个正义 对不对 既然他自己都说 我从来没有 跟任何人说过 我是被性情这样的 这样的话的话 哪怕他以前讲过 他现在要否认了嘛 那么以前我讲的不算数 我从现在讲的为准 我没有被性情过 对不对啊 那就这个事情就完了嘛 很多人说他是在配合中共 怎么怎么 中共会有办法怎么 那么他既然在配合中共呢 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去同情他呢 你不需要再同情他了嘛 他已经配合中共了嘛 他活该嘛 对不对 但是他自了自己的事情嘛 你还就同情他干嘛呢 一定去挖啊 甚至还有人说 啊那这个 他跟这个高高高高什么 高什么 张高丽啊 这是记住名字了 他跟张高丽啊 这位高官啊 好像是什么副主席啊 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有不正常的 这个男女关系 那就是这个 他们是什么偷情的关系嘛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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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破鞋的关系啊 那这个张高丽就违反了中共中央的高级干部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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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 你就抄那个心干什么 人家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内部有纪检会 你让纪检会就抄那个心 我不知道这个反共人士 对中共的高级领导的这个数字 啊 那么担心 你又不是共产党员 你关心人家家里是干嘛 人家犯了人家的党法 人家的党要去管他的 他的党都不管他你去管他干嘛 对不对啊 啊 今天这个这个节目啊 做的可能是会比较短啊 我就是在这里就是跟大家说啊 不要把人家的隐私 把人家私生活 跟政治挂钩 然后呢 利用他呢 再做一个什么什么 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种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卑鄙 很本身就很下流了 不是上流是下流 这种做法很下流 OK 所以我就是希望从将来啊 不管这个王力宏这个运动员 他跟他的老婆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搞了多少破鞋 这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作为别人没关系 对吧 你这个老婆 你不高兴了 你就去告 告你老公 对吧 你让他们法庭去解决问题 法庭去解决问题 不就完了吗 你搞了什么大陆啊 这个台湾啊 两边 哦 我们这个事情是 一直就是把这个 王力宏你搞破鞋 你坏蛋 你干嘛呢 人家球打得好 他照样还是球打得好嘛 只要他这个 没有 这个 对吧 他照样搞破鞋 没有影响他的这个体育成绩 他下次还是端了冠军 那就很好嘛 他还是好多运动员嘛 那你去搞他干嘛呢 彭帅也是一样的 如果他是真的出来求救 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那我们就关心他 他自己都不愿意出来讲 他自己最后出来讲 就是说 我没有 从来没有说过 被心情 那这个事情画句号了嘛 那你还去分析 还去怎么样 还去研究 这个人他的知智 有没有记者资格 他有没有采访的资格 他有没有发表视频的资格 是吧 嘿嘿嘿 OK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真的是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OK 管好自己的事情 别人的家务室啊 不要把它拿出来 当回事去说 OK 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OK 好 今天的视频有点短 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再说一下 今天我是用了一个新的一个Sony的摄像机 不是照相机拍的 这个机器人我是在这个荷兰买的 买了以后就忘记掉了 这个昨天找出来啊 今天看看他的成像怎么样 好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耶